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大家好 我是馮檢基 2月11日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的失业率是7% 25万人 是17年来的高位 这个估计还未见顶 在这个情况 特区政府仍然无动于衷 不打算对失业人士作任何援助 来福局罗志光 早前特区记者的问题 罗局长说 政府未有设立失业援助金 但已经增加就业职位 放宽中门申请 降低在职家庭津贴基本工时的要求 而且增加特别爱增值计划的名额措施 协助有需要的市民 在这个严峻的失业情况下 其实是不够2万个失业工人去领取失业援助 是少于8% 为什么呢 既然有援助 为什么不要呢 其实8%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绝大部分的打工仔 是不要你的失业中援 自己宁愿顶硬上 因为失业中援有这个负面的标签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也都有人说 拿中援的人 养烂他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说那些打工仔 从政府的数字 我也看到 经济不好的时候 是多了人 拿失业中援 但是一经济好一些 人就跑出去做事 自力更生 透过自己的努力 赚钱养自己 养家人 更加真的去申请这个失业中援的是少数 其实我们看看香港是不是真的 那么难去帮这些失业工人呢 香港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自由贸易港 是一个国际都市 2019年 我们的GDP生产总值是3674亿 人均的生产总值是超过5万元美金 转做港元 是平均每一个香港人 每个人头是有3万元一个月 我们在全世界的富裕榜上 我们排第8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我们香港人应该活得不错 但是虽然我们香港有这个富裕的基础 但是香港的穷人有不少 根据最新的资料是2019年政府的公布 我们全香港有149万个穷人 是占21% 而2016年这个最新的数字 是讲香港的贫富悬殊的情况 我们香港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是0.539 经财税和福利的转移是0.473 这个是跨越了这两个数字的红线 0.5和0.4 我们的贫富悬殊是全世界最差的尾三 我们跟非洲的国家走在一起 贫富悬殊的差距越大 是越表现这个社会不稳定 是一个计时炸弹 我相信在香港有能力开工的打工仔 最痛苦的是无工作无收入 不知怎样可以支持一头家 每日非常之旁黄 这里撲那里撲找朋友有没有公开 在去年一年里面大部分的打工仔都碰壁 疫情不准你开工 这个是会令到打工仔的信心和自尊都下降 这个对个人和家庭都是个打击 我2005年在扶贫委员会里面不时都提出 香港需要设立一个短期的失业援助金 给失业的人士有半年的空间 有经济的支援 半年之后他仍然找不到工的 还要经济上帮忙的 他们就要转到去中门这里 但这么久政府是听到不肯做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少的行业一时开工一时停工 还有些被政府勒令是长期停工的 对打工仔来说 一日或者得 一个星期或者得 一个月都或者可以 第一年 你真的将这个打工仔推到个缘崖边了 为什么特区政府要这么铁石心墙 见死不久呢 我们又不妨试看下 在疫情这个情况之下 其他一些国家 它怎样安排帮你打工仔 还有遇到困难的中小期 我曾经翻查过 不少跟香港经济级数相同的地方和国家 他们究竟是怎样帮这些人呢 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参考的是新加坡和英国 新加坡的做法 它是按这个企业受疫情影响的大小 是给不同级数的资助 比如说 它第一期给的资助是由25%到75% 第二期是由10%到50% 受严重影响的行业 比如旅游业、航空业最高资助 中间那层的是运输、演艺界等等 其他就是得到最低的资助 这样的做法 所给的资助一定是给到有需要的中小企 给到中小企里面的打工仔 不是像我们香港政府那样 是人都派 残战的企业都派 是不是很激气啊 至于英国呢 我就觉得它怎样帮这些打工仔呢 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它是提供适龄人士失业救济金 金额的上限是全国的平均工资 但是如果你要拿这个失业的救济金呢 你要三样东西里面 随便选择一样东西来做 第一个你要接受政府安排 你在政府某些部门或者NGO里面做事 第二是接受政府提供给你的培训 强化你的工作能力 让你将来找工更加容易找到工 第三你每日都要去这个失业中心去找工 这个安排呢 是确保失业的人士你有拿到支援之外呢 同时你都要找工 或者给你工作 或者你要强化自己将来找工的能力 我就觉得英国和新加坡 这两个政策可以合起来一起用 既帮到中小企 亦都可以给到打工仔 现在有份工的安心 无工做的都不用担心 现在香港的情况 是无论打工仔或者老板 政治人或者政党 基本上他们都同意 香港应该提供给失业的工人 短期失业援助金 这个正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差不多你拿出来就可以通过 政府在抗疫问题上 是表现得无能 失去市民的信心 在政策上又经常失误 管治无力 而特区政府最好利用这个机会 在市民和打工仔最有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助之手 既帮到市民 也帮到你自己 现在负责的官员 打死都不肯做 只说是否施违素餐 石头里面煮不出血 他们应该被问责 即是奸人工即是下台